医生作为理想男友职业排行榜中排名第一的职业 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影视剧中都是给人满满安全感的存在 在各式各样的医生角色之中 下面哪一位是你心目中的理想型医生男友呢 治愈系恋人罗云熙 罗云熙饰演的男主顾云征 是医院神经外科的风云人物 完成多场高难度手术 还能保持零的手术台失败记录 30岁时就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他是国内最年轻的神经外科副教授 也是原非医疗队的领队 治愈系恋人中的顾云征 无疑是一名备受推崇的医生形象 穿上白大褂的他 专注认真的给病人做手术 散发着一种令人迷醉的魅力 与此同时 顾云征的医术被美化呈现 无论面对多么艰难的病例 只要在他的治疗下 病患都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治愈系恋人的故事 发生在一国他乡的医院和其他背景之中 讲述了医生顾云征和苏维安的浪漫爱情故事 顾云征是一位杰出的医生 他在国外遇见了曾经是医生的苏维安 苏维安在逃避一位神秘人物将军的过程中 意外地与顾云征相遇 这一遇见 如同一股清流 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带来了一段不同寻常的爱情故事 顾卫 肖战演出了他的一丝不苟 就是太帅 余生 《请多指教》中肖战饰演的顾卫 成了很多观众心中的白马王子 性格严谨 做事一丝不苟 顾卫其实很像一个医生 只是 因为肖战的颜值实在是太高 他演起医生 虽然有模有样 但因为自身的流量高 长得帅 肖战的争议还是很大的 不过 余生 《请多指教》原本就是一部偶像剧 肖战养子搭档 这部剧的热度非常高 顾卫的医生形象 也在很多观众心中扎根 顾卫是消化病学中心外科主导医生 她能力出众 但过度在意失败和挫折 一次意外的医疗事故 更是差点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她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当顾卫遇到灵之孝 二人成为温暖彼此的太阳 最终携手走出阴霾 共度余生 邓早 陈晓演出了她的反差 在很多观众心中 陈晓的古装剧很精彩 包括陆珍传奇 孟华路 宫所连城 孝江湖等等 陈晓演起儿科医生 却也是有模有样 在电视剧了不起的 而科医生中国 陈晓试演科医生邓早 剧中邓早医术高超 性格沉稳 外表很严厉 但其实很温柔善良 陈晓也是演出了邓早的反差 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龚俊 从结婚开始恋爱的林瑞 私人医院外科大夫 探似平凡的31岁全能暖男 他是极帅气外貌 温暖个性 善良内心于一生的成熟男子 是女人们心目中的完美新郎人选 从结婚开始恋爱 讲述外科医生林瑞 和家剧集团的总经理陈芳宁 大谈契约恋爱 霸道女总裁 配上温柔帅气男医生 陈芳宁疯狂倒追林瑞 堪称视信转版的霸道总裁爱上我 两人先婚后爱的剧情 也是甜度爆表 因山河令爆红的龚俊 曾在甜宠剧 从结婚开始恋爱中 饰演外科医生林瑞 在剧中是名外科医生 拥有帅气外表 性格温暖内敛又深情 更是下厨 打扫 各种家事都难不倒塌 加上工具186厘米的身高 完美撑起衣室跑 宋威龙以家人之名 饰演林瑟 在口碑爆棚的家庭治愈剧 以家人之名中 宋威龙饰演的大哥林瑟 因心爱的妹妹李尖尖 谈松韵势 从小喜欢吃甜食 牙齿不好 又害怕看牙医 就毅然成为了牙科医生 虽然牙医为了防尘 需要戴着绿色手术帽 但也没办法抵挡住宋威龙的魅力 牙科医生 长得帅能力又强 是容易招女生暗恋的类型 但高冷疏离的性格 又常常让人望而却步 唯有对在乎的人 才会露出他温柔亲近的一面 以家人之名 讲述乐观又富有正义感的妹妹李尖尖 谈松韵势 和宋威龙饰演的心思成熟的大哥林瑟 而是经历母亲抛弃 但积极面对生活的小哥贺子秋 张欣诚是 三个没有血缘 在原生家庭遭遇不同伤痛的孩子 既然巧合下凑在一起 两个单亲爸爸 加上三个儿女成为了一家人 互相陪伴彼此治愈而是伤口 并逐渐获得幸福的故事 问心金世佳 金世佳在问心中饰演的林毅 性格更加横冲直撞 不通人情世故 因此 金世佳在表现前妻的林毅时 加入了很多孩子气的一面 由领导讲话的时候 她无聊地玩手指 甩小球 勿对同事时 满脸的义正词严等 随着林毅的成长 她性格上更加沉稳 也懂得了同事和领导的好心 金世佳就收起了 这些孩子气的一面 但保留了林毅幽默有趣的特点 由于问心属于 写实类型的医疗剧 重点放在每个病人的故事 和医院 医生的成长上 所以林毅的装扮比较朴实 基本穿休闲服 非凡医者张婉毅 近期备受关注的电视剧 非凡医者自播出以来 引起了广大观众的热议 该剧不仅以饱满的情节 扣人心弦的剧情 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更因为由张婉毅和江佩瑶 领衔主演而备受期待 作为一部以医疗为主题的剧集 非凡医者展现了医生们 在职业道路上 所面临的挑战和困惑 同时也揭示了 医疗行业中的种种现实问题 在非凡医者中 张婉毅饰演的角色 刘晓琳是一位年轻而有才华的医生 她以其出色的医术 和对患者无微不至的关怀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剧中 张婉毅饰演的青年医生 陈辉有着超乎常人的医学敏锐度 但却因沟通障碍 遭受来自医院 患者家属 甚至陌生人的质疑 在进入医院行医学习后 她与江佩瑶 郑云龙 分别饰演的新手医生袁野 贺同等人相遇 三人共同成长 最后在挫折中 蜕变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 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胡一天 大家还记得 那对拥有28厘米身高差的江晨 和陈小夕吗 2017年播出后 造成轰动的 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剧中胡一天饰演的江晨 高中时期 就因出众颜值和优异成绩 成为校草 之后爸爸因病去世 他成为了一名专业的外科医生 一身白大褂 加上胡一天188厘米优越的身高 整个就是引人注目 剧集改编自赵干旦的同龄小说 剧中胡一天饰演傲娇浮黑 虽然表面冷淡 嘴上不饶人 但其实内心温暖的江晨 胡一天是 与自己的邻居 元气少女陈小夕 沈月是 两人从青梅竹马 到经历考验后 再次牵手的故事 去播出后 胡一天可是俘获万千少女心 白竹 白鱼演出了他的自负 谢谢你一生的开篇 白竹的人设很不讨喜 他过分地相信自己的技术 而且还很装 很多观众诟病 白竹并不像一个医生 现实生活中 白竹这样的医生 就是凤毛麟角 不过 白竹在遇到宵宴后 会有很大的改变的 观众也可以稍安勿躁 同山医院最年轻的主治医生 才华横溢 技术精湛 白竹相信 冒险才会有奇迹 才能绝境逢生 给病人带来生的希望 在90后男演员中 白鱼的演技是不错的 乔家的儿女 嫁人暖洋洋 沉默的真相等剧中 白鱼的表现都很不错 演什么像什么 白竹人设虽不讨喜 但白鱼的演技完全没有毛病 能演出讨厌感 说明白鱼的表演 的确让人有代入感 王凯在《欢乐颂》中的赵启萍 电视剧《欢乐颂》的热播 剧中主演们也轮番高居 各搜索排行榜前列 承包了多个热门话题 引起网友们广泛讨论 首次扮演都市精英形象的王凯 连同剧中人物赵启萍医生 其其霸占着各大话题 讨论榜前列 人气居高不下 王凯挺拔的身姿 将医生制服穿得格外有型 而其在角色塑造上 也见下了不少功夫 赵医生在工作中的认真严谨 尤其是面对手术的失败 看似简单的鞠躬 埋头等动作 均自然流露出专注或失落的情感 而与屈小霄的互动 眉宇间的宠爱 也表现得细腻到位 让人随着赵医生的一举一动 走进这个人物 在《欢乐颂》中 王凯虽然不是主角 但是他饰演的赵医生 一出场就成为了 全剧中的一大亮点 他塑造的医生形象与众不同 他把赵医生工作时候的专业 和生活中的风度翩翩 都演绎得淋漓尽致 最重要的是颜值太高了 如果生活中有这样的医生 病人也会很幸福 庄树 静东演出了他的成熟稳重 《外科风云》中 静东饰演的《外科医生庄树》 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静东演的医生 观众认可度还是挺高的 剧中庄树是一个技能满点的外科专家 不过 因为他身上有一个30年前的秘密 也给庄树这个角色 增添了不少的神秘感 演医生看起来很专业 静东演出了庄树的成熟 稳重和神秘感 《外科风云》是正午阳光出品的医疗剧 豆瓣屏风7.3分 静东 白白和搭档 也是获得了诸多的认可 蕴色过浓丁雨昕 传闻中的《陈千千里》 傲娇腹黑的丁雨昕 也演过《天才医生》 在《韵色过浓》中 丁雨昕饰演的医生周时韵 剧中扯领带的动作 加上医生袍 根本是行走荷尔蒙 《韵色过浓》 讲述高冷医生周时韵 丁雨昕氏 和意外成为冷艳女明星苏金北 张雨昕氏的主治医生 两人之前虽然从未见面 但其实是早就定了娃亲的关系 他们也从彼此排斥 对方的欢喜冤嫁 到爱上对方 先婚后爱的言情小说设定 让人看得停不下来 如果让你给这几个 演艺生的演员排个名 谁最打动你呢 cup 下一个 这下一个 ett 一 二 二 这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